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我覺得今天的市場 就給了一個感覺 是有些少像上次特朗普 推出推特第二次的支持 那麼害怕? 所以我自己都挺大的戒心 其實我們在星期初已經說定 可能未來三幾天 去到星期四左右 可以炒個別股 炒指數 看看可不可以反彈 其實外圍真的反彈 美股真的反彈 但是港股反彈連續兩天 港股也不太升 也是升不到的 夜期也是升不到的 為什麼我覺得像呢? 其實昨天 我已經說了 昨天就像是整股 應該要來近 今天很關鍵 就是我所說的 總之今天就不跟外圍升 反而還要自己下跌 地產股 本地的板塊也是下跌 是 一定是弱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那個人仔 那個人仔昨天也說了 你說中美的東西 你有時候很難猜的 直接看人仔 彈出彈入的 看人仔 那個人仔像是 那時候特朗普還沒出推特 已經那個人仔自己 叫做偷偷地先弱了 現在是7.08 他又是偷偷地先弱了 是的 你是沒什麼特別的原因 無端端自己弱了 那像是要穿上次7.1的位置 就是說 接下來有什麼東西可以推特 會穿上7.1的位置 物理不開 要是真的中美談不上 要是他可能真的減息 或者是叫做 就是叫做再放寬一點 如果你減息 或者你降狀性的東西 可能市場 還可以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真的中美 又談不上 或者9月1 大家一起GG 9月1都不談的時候 那就知道了 嗯 整天就很記憶 就是那個市 或者剛才說的人仔 你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原因底下 自己這樣去一些異常的走勢 你甚至你看回美匯 美匯都強的 98點多的 但是你說看人仔這一刻 跟美匯比較 又不是很覺得 是因為美匯強到這樣 而那個人仔自貶 三幾百點 三幾百個點子 我覺得 我很質疑 今晚或者這兩天有Jackson Hall 是吧 就是有八百個點子 但是我反而是害怕 就是我認不住 就是我又懷言耸聽 就是 只比過我真的 就是大家說過那麼多次東西 就是我怕這一個星期 我怕什麼東西出 特朗普很喜歡 星期日出Gitter 是啊 四月六日才來 美國收市之後才出 我現在是有這樣的感覺 現在市的位置 就介乎於十天線和二十天線中間 之前也說了 那些大藍籌 就反彈到二十天線 基本上大家都是擋住 叫大家觀望三兩天 看看它可不可以突破 但是產品就是補裂口 是吧 大概也沒有很多 或者上面二六五那些位置 二十天線在二六四七八 就是二六五左右 你當 十天線 剛才說二十天線 十天線就是在二五八四零 就是跌穿二萬五千九 你已經是 是吧 是 那麼 昨天魏Sir也有跟大家說 好像雙頂 其實你不用看期子圖 你不用看小池圖都知道 你看日線圖 是吧 你都像是有個 小箱 小箱頂 是吧 在二六三幾那些位置 所以變成了 我覺得 今天是一個 要 起碼你不走完那些call 起碼你不走完那些號召 你都要買一些指數 code 或者是紅 對沖 要是入 是的 怕它會 就是 又不知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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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